威胁男性正常性功能的四大强劲敌人 你知道你的一些日常生活习惯 就是造成你的性功能减退的元凶吗? 一号劲低,软沙发 医学研究发现 如果长时间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 会对男性的蛋蛋带严重伤害 因为正常的坐姿是一层虎坐之点 而蛋蛋就按摩的,呆在两腿之间 但是当你坐在柔软的沙发上面 肢点就会像下沉 这样双腿就不自觉的加紧 于是令蛋蛋受压,阻碍血液流动 这样蛋蛋所释放的有毒物质 就会积聚于体内 因而对蛋蛋健康造成极弹影响 此外养分功能也被中断 所以,切记软沙发千万不能久坐 二号劲低,健身自行车 男人去做健身时 健康诞生是很多人的首选 但不要以为踩得越久 身体就越健康 因为时间太长的话 会让蛋蛋出现磨损 节食,甚至肿胀等问题 搞不好会影响性功能 究其主因 问题是出在自行车车蹬上 由于车蹬不止硬 而且切面突出 男性在上面踩它 学会不注意的经常碰触的蛋蛋 而长期碰撞并神经受损 最严重是因为血液循环受到影响 要比血液供应不足 会影响男性功能 三号劲低 重金属 相信大家对这个性功能杀手 并不陌生 因为重金属不仅对性功能产生影响 对身体健康同样有严重伤害 当中有以前共同隔队性功能影响最大 当身体涉入过两天时候 会影响生殖激素分泌 造成剑子数量减少 畸形 以及称运动降低现象 而狗就会产生性欲解退和不举现象等问题 如果严重的话 还令男性不育 隔队会影响性激素分泌 并对肝涸肾造成损害 又怎会有兴趣呢 4号劲敌 香烟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稳气气牛CXY 并获取更多相关资讯